何必的摊主说了你欠账的那仨人可不好惹 心说这事不能连累家人 告诉娘俩先走 到家一开门 家里没人 桌子上一纸条 我带女儿走了 望你好好解决 这娘们走的够快呢 大家好 我是王凯 今天继续是玩残灰的我们 上条视频讲到 无者洗涤亡魂污秽 瞧见一个人很狼狈 怨念里探究一番 发现这一家人都很悲催 兄弟四人出走一个死一个 老三还行结了婚 但支了个肉摊他也不开张 老母亲更是个糊涂车子拜糊涂神 花钱买神水 又要花钱给死去的老二配因婚 还让老三去刨坟 这一边无者听得直皱眉 无者看得直咧嘴 这一家人何去何从 这条视频咱们继续接演 无者用记忆深处带回来的稿头 刨开了上甲板的楼梯 这还有个锅炉房 好大的灰 来到新房间 锁链挂着一大心脏 谁心这么大 墙上有个扳手 武者一扳 大铁钉子下来 酷刹 扎心了 只瞧这房间里 大白像石雕撂了个卷子 伴随着宋经的声音 满地跑游 这跟云顶天宫有一拼 石像后头一大长胳膊 大长腿 乱七八糟 一大堆的结合体 卖着布就走出来了 按照游戏的世界观 这也是个佛呀 武者跟着小脑袋瓜 是个佛头的游业 一路追到小剧场 这回的视角 是家里的大姐 就是那离家出走的那位 半夜想上厕所 到客厅一看 老母亲挨着佛像睡觉呢 据说这样 能离死去的老二近一点 老二的死 母亲是埋怨这个大姐的 大姐心里也知道 心说早点离开这个家 大家都舒坦 去卫生间吧 一开门 一直发青的手 按门上了 人吓醒了 刚才是做梦 这会儿还是想上厕所 到客厅跟梦里是一样的 进了卫生间 灯就黑了 再开门开不开了 就听见有声音 大姐忙问谁在那儿 灯光闪烁下 就瞧见卫生间 站着一个像人又不像人 好似是死去的老二 一声惨叫 大姐也一声惨叫 人吓醒了 老四做梦 这个梦是套了一层又一层 感觉最近夜里这么冷 窗户明明是关好的 起床第一件事 跑肉摊找三哥 还是没人 问旁边的摊主 说你看见我哥妹 摊主没好气 你他妈是来找事的吧 不知道什么脾气 为流浪狗 上三哥的肉摊拿点肉 又让旁边摊主给骂了 小狗表现就是 你跟我来 老四跟着吧 这顺便练练滑布 也地里刨出一羊娃娃 老四认出来了 大姐的 当年让老二给烧了 大姐很心痛 这老母亲又偏谈老二 那大姐就给埋这儿了 想到这儿 老四头好疼 摔地上了 对于恐怖游戏角色来说 有这个神经性头痛 是很正常的 这一段戏一结束 武者拿回来个羊娃娃 开膛破肚 取出来心脏 放功德香里 就看见这身材妖娃的大佛 扔地上一诡异的人偶 放小剧场里吧 就是那个大姐呀 离家出走回来了 在东边租了个房子 老四就问了说 离家出走这么多年 听说你结婚了 姐说怎么没回来 大姐说离婚了 因为嫌弃我生不出孩子 我还有那个病 咱也不知道是哪个病 回到出租屋 收拾一下吧 打开柜子 都是红裙子 跟小熊威尼有一拼 这裙子一拉开 柜子里一个雀黑的小孩 一闪就不见了 大姐心说 最近总能看见他 是不是报应来了 这会儿 咚咚咚的敲门 外面是老三 对大姐态度也不好 说离我们远点 话就说这么多 自己看着办 这一家稀碎 老三望回走 就感觉神经 咚咚一下 说又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来了 神水 说好今天去拿的 得赶快去 到约好的地点 从三个坏小子 那块买神水 路上帮了个小姑娘 现在手上钱不够了 说先欠着 宽限几天 当时老母亲 让她挖坟的时候 喝过一瓶 那时候还是很抗拒的 现在主动买 说明这神水有问题 转天 老三在肉摊剁馅 剁着剁着 这案板上就不是玩意儿了 一案板马赛克 一阵干呕 说了句 一模一样 猪的人的都一样 精神上似乎出了点问题 看地上说 哪来的塑料袋啊 打开一瞧 里头一个人头 老三心说 又来 别缠着我 快走 对了 喝神水 喝神水 你就走了 自打老三 上次听了她妈的话 给老二弄明昏啊 跑人家小姑娘那挪坟 心灵受到了震撼 做噩梦都是那一段 夜里醒过来一瞧 女儿刻桌上 还是那个塑料袋 心说这玩意儿 不能让家人看见呢 那怎么办呢 对 给她换回去 半夜拿着这稿出门了 这次跟第一次跑是一样的 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她妈交代了啊 害怕的时候 喝神水 掏出一瓶来 吞吞吞吞喝完了 壮胆啊 今天是刨开了坟 塑料袋扔回去 扔坟里猪头 这人完了 划三两头 大姐这边身体本来就有病 干不了活 为了给家里攒钱呢 只能跟人家那个 今天说得看看他去了 柜子里拿出一打烧纸 到了坟前 这是看老二啊 结果烧纸点着了 就好像让人吹灭了似的 点不着 他俩之间是什么故事呢 这老二啊 从小就混账 依靠着母亲的偏爱 到处欺负大姐 俩人站在桥头 大姐很伤心啊 跟熊孩子哪有理讲啊 说了句 你要是不来多好 咕咚 桥上少一人 大姐走吧 一头绳掉桥上了 武者从记忆深处 拿回来一打火机 点燃了门上的麻绳 进门一瞧 这个房间别说多宏大了啊 这气氛里透着压迫感和诡异 在这边点燃了莲花灯 得到一把钥匙 在查看一柜子的时候 两根绳挂着一猪头一人头 武者心说 这怎么还在吓唬我的呀 三个坏小子来要账 老三没有啊 定了光浪被打了一顿 老三在街上走 就回想这些个事 害老二买神水配阴婚 你说哪样怪我吧 老三就要黑话 被老四喊醒 通知后天派全家福 当天晚上老四做梦 梦见大海上一条黑船 船上站着自己全家 不想活的啊 惊醒了 今天是告诉大姐派全家福的事啊 道上还碰见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大姐家没人呢 用石头在墙上留了个盐 一家四口很难为情的派了个全家福 忙活完已经到晚上了 老三回家一开门 碰了一门棍 家里头有坏人呢 仨坏小子讨债 外家耍流氓 好不容易秧给走了 妻子就一顿哭 因为买神水欠帐 家里脚的稀乱 隔壁的摊主说了 你欠帐的那仨人可不好惹 你要解决不好了 小心全家跟着遭殃 老三就听进去两个字 解决 怎么解决 物理解决 先说这事不能连累家人啊 告诉娘俩先走 到家一开门 家里没人 桌子上一纸条 我带女儿走了 望你好好解决 这娘们走的够快呢 走了也好啊 没有后顾之忧 老三谋话 说挑一个晚上 今天晚上不行啊 得过了明天 为什么说今天不行呢 昨天拍完全家福 老四说了 大姐好不容易回来 明天晚上 咱们在家一起吃顿饭 老母亲也没拒绝 大姐也同意了 这个家没有老四得散呢 到了晚上 这老四做好了饭 就等着大姐和三哥来了 另一边三个坏小伙子 白天瞧见老三家母女二人 奔火车站 说要给老三点颜色看看 两边都往老太太这房子走 老三到了一敲门 老四过去开门 外头没人 他想起来 昨天的照片得糗啊 趁着夜色就来到了照相馆 刚关门 但老板还没走 跟老板说 我要取照片啊 老板说 什么照片啊 老四说 昨天照的你忘了 说好今天来取的吗 照相馆 老板一听 你们家照片上个月就取走了呀 就你们家最小的那个孩子过来拿的 我知道你们家惹上那档子事儿心里难受 但你不能宰我这呼叫蛮缠的 老四说 你看好了 我就是我们家最小的呀 老板无奈啊 我说你这人啊 这是镜子啊 你好好照照你是谁 老四说 我是谁 你问的是个哲学问题吗 老四接过镜子一照 镜子里 老三 不是老四是老三 整个人就愣住了 照相馆老板说 好歹你家还留下你一个 想想以后怎么办吧 老三都想起来了 当天晚上一家四口坐一桌 一瓶啤酒四个人喝 以前的破事挨个说 外面来了仨坏小伙 顺着窗缝放了一把火 全家喝多躲也没地躲 房价一塌就剩一个我 我是谁呀 老三 树林子里其他四位整整齐齐 老三回到家 整个人精神失常了 站在客厅废墟里 喊了两声妈 没人理 肯定是没人理 说母亲拜佛又出身了 站在卧室 说最近晚上这么冷 窗户明明都关好了 跑到肉铺 问旁边的摊主说 你看见我哥没 问得人家一愣 前前后后这一切都是精神失常的老三 这会全想起来了 很懊悔 说要是能早一天多好 对呀 早一天把这仨坏小的都解决了 家里拜了一辈子的佛像 就保住一张全家福 老三捧起佛像 带着全家福走吧 走了也不知道多少天啊 老三光机倒野地里了 这段记忆过去 武者拿回来一小佛像啊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哎呀这条视频太长了 预知后事如何 您各位多点赞 我们下条视频见 我们下转的放置了 我们下转着 诶标的 是很小的 我们下转的